兩大雷 那當然第一呢 因為我從小生長在這種 花花綠綠的都市裡面 但是我依然存著有一個 鄉下很樸實 腳踏實地 看得出來 看得出來 赤子之心 當然啦 就是出了這個社會長大以後 開始也從心裡攔起那種 愛火 見義勇為 為朋友兩肋插刀 很講義氣的一個男人 對對對 所以說像我這種 出你也不懶的人 就是希望 你們女的評審委員 女的評審委員 心好男人 好的男人 是不應該被埋沒的 所以說呢 用你們的諱言 神聖的一票 來奠定我王世賢今後 未來的命運 感不感動 有一點點感覺 好像就是在拉同情票的感覺 在拉同情票 是不是這樣 可是不能那麼有義氣啊 你都有義氣 你都為了你的朋友兩肋插刀 你會插死 那你女朋友怎麼辦 插死 插死 沒有 基本上呢 就是要有那種 以成代人的心情 好 你對朋友好 你才會對女朋友好 楊麟妳覺得她這樣的發表 我覺得她很鄉土啊 妳乾脆就說她很慫 很鄉土 我覺得是滿草地 有沒有 草地好啊 感覺起來就是說 沒有距離感嘛 對不對 那像那個來自Korea那個 我們感覺上就覺得說 這個大韓民國的男士 好像覺得是比較大男人的 對不對 不過她剛剛已經再三強調 我強調了這個大男人 跟大男人 因為她的烙腮虎告訴我 她好像 有點 好像很兇的感覺 對 還是 烙腮虎還是要有 但是要稍微秀氣 像這種呢 我本人就感覺非常的好 這種感覺就是 蠻貼的那種感覺 歡迎收看 龍胸腐地 讓我們以最最最熱烈的掌聲來歡迎 民營節目主持人 張飛 給你請 雖然也是發雜廢之餘 能 played would risk 雖然也有說 慢點 還是要不要但前任 雖然然 一瓶 民營節目主持人 每個月的日子 達朋友 達朋友 人生像海水 賣賣賣一年 出賣就是賺人 嫁給 嫁給唱什麼 來來咖啡 來咖啡 不要再生過去 這真是標配的人 謝謝董野舞情 歡迎收看龍兄虎弟 接下來的 你介紹一個好吃的歌 你 歡迎 把所有特別來賓介紹出來 歡迎 來咖啡 來咖啡 美女 還是有難聽到有難生 他在歐落裡 真是公哲禮會 有的事 歡迎 來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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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 來咖啡 來 男生出場 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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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咖啡 A 唱得好 唱得好 歡迎各位 歡迎各位 這個龍兄虎弟 這一首歌曲是 幾乎是特別來賓最難唱的一首 中間太多外來語了 沙妖娜娜 烏龍蝦的 今天真是男的俊男女的美 各位好… 謝謝 飛哥好 小哥好 今天最好的人其實還不是我們 在原先賀喜小哥 恭喜小哥 要結婚了 這麼大的喜事不跟我們說一下 這喜事還是我來說好了 老夫人是哪一位 當選人自己說可能有點不好意思 當選人啊 從何來 這個小哥那是他當選的 就是我們台灣的粉領族 所選出來的 亞洲男人仪容形象最佳代表 這個要鼓勵一下 還有特別要聲明喔 是眾多的男藝人第一名喔 唉唷 我也不容易 這個小哥的旁邊是我的榮幸 對 千個名 站在你 哪裏這個 我印象都是這個身居簡出 潔身自愛 是還想不到還得到這份殊榮 真是不容易 來… 這以您的這個服裝打扮有沒有 這樣過時的感覺 這什麼話 這不是我講什麼話 這不是要過時啦 反統的男性表徵 我要是評審的話 這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對不對 我不是說見不得人家好是不是 但是這裡面的確是值得大家 來深思以及探討一下 我的服裝 是每一集要換一套 我是不只是外面 我裡面也換的 衛生庫 怎麼衛生褲都一直不換 今天有寒流過境 連衛生褲都穿出來了 年紀稍微大了 而且腿毛不是很發達 菲哥你不用擔心的 很快我們這個台灣的粉領族 也會選出全亞洲最奇怪男子 的代表排行榜 到時候您一定可以榮登第一名的 這一點我可以代表全台灣的女性 跟您做個保證 這是最奇怪的男人 這奇怪的 傳奇啊 對不對 我想你們這些女性 也是應該是代表分領族吧 你們應該知道 我起碼也會排上一點名次吧 對 其實菲哥的樣子 在西馬一帶來講的話 西馬的女孩子會怪 西馬是什麼東西 犀牛跟河馬 新加坡馬來西 那你要犀不能犀馬 犀牛 河馬 總比蜥蜴跟河馬麻 犀馬 為什麼會在犀馬呢 因為新加坡 新馬一帶的女孩子喜歡男孩子 有病腳 是不是 性感 性感 有胸毛的那種 怎麼會知道有胸毛 有嗎 知道菲哥有胸毛 專出來了嘛 二十一世紀來臨之前 真正移植成功的 從胸毛先開始 我好像也有點名次嘛 你們這樣子的話 對不對 我聽說菲哥是綜藝界的第二名 第二名 我們也是伯仲之間 對 是不是 這不是我講的 這不容易喔 不過肺育卿啊 我這個人是一向是崇善自然 像肺育卿這次可能有買票的協議 蛤 你真的是講得咬牙切齒而已 沒跟你講話不能這樣痠溜溜的啊 雙葡萄心理 就是啊 今天好像這個女性意識抬頭 有了這一個調查他們聲音就大了 那男生我們也要介紹一下 是 可能他們今天會扮演不同的角色了 要被大家來選一下 這樣子 選一下 選一下 先從烏奇介紹開始 歡迎烏奇 大家好 菲哥好 小哥好 第二位是張浩澤先生 歡迎 第三位 外依晴博士 晴博士 大家好 我是秦偉 菲哥好 小哥好 王士賢 嗨 菲哥小哥 各位觀眾朋友 大家好 是 剛才你講的 女性意識抬頭 對 今天我們特別來賓 各有特色 就讓他們來評一下 評一下 話題就在男士的身上 唉呦 你看我們現在男士 每個人都有他的特色 風流替他 對 藝術臨風 有有有 你看看 是 他們四個都不是我們 心目中的理想對象耶 蛤 小孩子不懂事 對 對 你們對於 這個 心目中 先講你們理想的那個 朋友 自己的異性朋友 大概是什麼類型的 范曉萱先生 什麼要求 你年紀最小的 因為我個子很小 所以我基於優生學的概念 所以我希望我的那個 理想的伴侶 是 像阿諾那樣子的 唉呦 阿諾 可是那個優生學 萬一遺傳 右手像阿諾 左手像你 那不是長短腳 怎麼可能 怎麼會不可能 像我就一半黑一半白啊 對不對 不是 像阿諾 然後在那個熊狀外表下 有一顆溫柔的心 然後他會疼女生 而且又有安全感 誰要欺負你的話 他就這樣子 唉呦 就是有暴力傾向 等於可以這樣說了 那麼 陳孝萱 陳孝萱呢 我是覺得 我不太喜歡那種男孩子 就是花很多時間在打扮上 其實女孩子打扮 就已經花很多時間 男孩子 男孩子你憑什麼 還要在身上 然後弄個頭髮啊 吹半天啊 化妝化很久啊 您這不能直接 就指個張浩澤這樣講 你這樣講就會 沒有 我是那個 錄影之前 畫最少的這個男一人之一 之一 最少的十一 但是我是覺得 我們有一個名詞 叫心好男人對不對 除了說什麼樂觀 要孝順啊 就是對女孩子溫柔體貼之外 我覺得最重要 勇於面對自己的錯誤 你喜歡就是 您的異性 就是一直不斷地向你在告解 說 每天就說他錯了 錯了這樣 然後隔著一個沙連的 對 可是不能這樣子啊 然後每天去做對不起我的事 回來跟我認錯就算了吧 緊張回家 可是因為他 因為你的個性喜歡一認錯 他只好一直去做錯事情 對啊 以滿足你的需要 我們要做錯事情才能認錯啊 有漏工產生囉 對啊 楊玲呢 這麼想就胸有成竹了 沒有沒有 其實講的都差不多 就是希望他健健康康啊 有一個固定的工作 然後脾氣很好啦 那希望就是 還會打棒球啦 不一定 而且很健康 真的很健康 每天都在打球嘛 我可能會比較希望 能夠找到B型的男孩子 B型的 對 因為 不好耶 B型很壞耶 那是屬於一妻多夫的理想 B型的男人有多少啊 太多了 開玩笑了 我是希望能夠對象 能夠找到 盡可能找到B型的男人 盡可能 B型的有幾個在裡面 沒有 我是B型的 那已經結過婚了啊 對… 我的腿型是B型可不可以 很抱歉 你這個自己血型不去驗 你的腿是O型 我記得 飛哥又要 又要講講講 不是 我的不好意思講 其實我真的 而且是大B型 還有分大B 2B啊 不是 我去晏雪的時候 醫生用那個 英文的大血寫的 所以是大B型 跟年紀有沒有關係 我用印刷提示 我們要聽聽郭靖淳的 其實我是希望男孩子要有才華 長得怎麼樣一回事 可是一定要有才華 長得怎麼樣一回事 漂亮 來一頭 如果像豬頭皮那種男人 那個 怎麼會皺眉毛 也算是有才華嘛 怎麼可以皺眉毛 豬頭皮 剛才我們男生都被女生這樣子 不是這個女孩子說得滿坦白的 馬上說出心中理想 這正巧 今天我們這特別來賓們 有個具特色 各有特色 我們希望你們四位 來做一點證件發表 我也許比他們大一點 我先講 好 這有麥克風 謝謝 我覺得剛才我們四位女星藝人 她們所說的 她們所想要的這個對象 她的那些想要的因素 那些要素 我都具備的 我都具備 一個好的男人 就是好好地把自己的女人 給她一個很好的這個 就是讓她 就是有一個很安全的感覺 安全 對 很安全 這是第一個最重要的 對 因為女人是絕對會需要 比她強壯的人 她不會去照顧一個男人 對… 她一定要被一個好的男人照顧 這一點你們同不同意 先到這邊 同意 非常同意 真的啊 然後呢 然後呢 這個照顧她 然後呢 絕對不會太權位 不能太過於權威 對… 大男人主義 對 大男人主義是不行的 不行的 她可以完全把所有的責任 推在自己的身上 自己去負擔 您的意思 您是這樣的男人 對 我是這樣的男人 謝謝 大家列入考慮等一下要平坤的 今天要從我個人剖析 當然我的好處也要分兩大類 人類跟瘋狂 兩大類嘛 這等於就是說 他要介紹他自己 還要有上下策的意思 兩大類 那當然第一呢 因為我從小生長在這種 花花綠綠的都市裡面 但是我依然呢 存著有一個鄉下很樸實 腳踏實地 看得出來… 赤子之心 當然啦 就是出了這個時候長大以後 開始也從心裡燃起那種… 愛火 見義勇為 為朋友兩肋插刀 很講義氣的一個男人 對… 所以說像我這種 出乎你又不懶的人 就是希望你們女的評審委員 女的評審委員 心好男人呢 好的男人 是不應該被埋沒的 所以說呢 用你們的諱言 神聖的一票 來奠定我王世賢 今後未來的命運 感不感動… 有一點點感覺好像就是 在拉同情票的感覺 好像拉同情票 是不是這樣 范小謙是不是這樣 可是不能那麼有意氣啊 你都有意氣 都為了你的朋友兩肋插刀 你被插死了 那你女朋友怎麼辦 插死了… 沒有 基本上呢 就是要有那種 以承代人的心情 好… 你對朋友好 你才會對女朋友好 揚玲你覺得她這樣的發表 我覺得她很…很鄉土啊 很好 你乾脆就說她很慫 很鄉土 我覺得是滿草地的 是真的沒有說好 草地 草地好啊 感覺起來就是說沒有距離感嘛 對不對 那像那個來自Korea那個 我們感覺上就覺得說 這個大韓民國的男士 好像覺得是比較大男人的 對不對 不過她剛剛已經再三強調 我強調了這個大男人 跟大男人主義的區域 因為她的烙腮虎告訴我 她好像有一點 好像很兇的感覺 對 還是 烙腮虎還是要有 但是要稍微秀氣 像這種呢 我本人的感覺非常的好 這種感覺就是 滿貼的那種感覺 對 各位長官來賓大家好 我是來自新加坡馬來西亞的烏騎 雖然我年齡很小 然後長得也沒有大家 這三位那麼的 看起來那麼穩重 但是我長得很好的男生 都可能信不過 可是我今天要強調一點的就是 信不過 對 我是有一顆非常專業的心 專業的心 專業的 我對愛情是很專業 然後呢 對錢呢 我是在自己身上呢 花很少 可是我在我的愛人身上呢 是 無盡頭的 還有 接下來就要看看我們這個 麻雀雖小 五臟俱全 不用了吧 這還用聽嗎 對 不要浪費他的 給他一點機會 今天來的參選 大家好 我是台北北投來的秦偉 好 這個 不應該只跟三位比 我的目標比較遠大 我們是六位一起來比 這糟糕 這糟糕 不能光比外表 英俊瀟灑 高大魁梧 欲速臨風 風流替躺是沒有用的 好 而且體力啊 四十歲可能就是 最少賣掉了 我們應該比的是內涵 剛剛這個郭靚淳講得滿好 比內涵 這個大家知道這個 請問幾位是歌手 對不起 我也出了卡帶 而且我一次出兩張 還有 我也出書了 真的有 這個就可怕了 而且出書啊 這個書的版稅 十分之一是捐給這個 失落少年關懷中心 來 鼓勵一下 已經黑馬出現了 然後呢 更重要的來了 不但如此 我還會賣拖把 這個就厲害了 不但賣拖把之外 我還能主持節目 而且我現在主持節目 在這個台北 台北插音啊 目前是外資單位 收聽率冠軍的節目 對 這種人有自信 所以說 不論你是國民黨 民進黨 新黨 金官黨 黑手黨 手排黨 自動排黨 各種黨都要投給我 保證讓你好運 膽都膽不出 謝謝 可是我覺得 像他這樣子的一個男生 嫁給他有點像 嫁給一部電視機 或者是嫁給一台錄音機 吵死了 那還沒關係 駕給電視機算 最怕就是 好像嫁給人一隻拖把 對… 對… 十分為滿分 郭靖淳先來 一一評 先從烏淇你會給他幾分 烏淇啊 三分吧 三分 算是非常高的分數 我們非常謝謝評審 給我們的 烏淇給三分 那張浩澤 張浩澤 張浩澤 給六分 唉唷 唉唷 清偉給五分 阿妍 八分 唉唷 不行 八分啊 黃小姐 各位 也是從烏淇開始 請同情我吧 不好意思啊 要刻薄一點 同情 同情 我會打棒球 五分是十分 好會打棒球 我想烏淇我給的是八分 喔 謝謝 浩澤呢 浩澤會給九分 哇 我會打棒球 你不是B型 對不起 我腿型是B型 強 你也八分 唉唷 終於出現兩個評分了 謝謝 謝謝 我有點壓力 現在也是八分 好 好耶 陳肖堅提分開始 好 烏淇 烏淇我也給八分 謝謝 謝謝 唉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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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滿分耶 唉唷 厲害厲害厲害 他這個套進你多一點 給你九分啦 唉唷 他這個 我要謝謝你八分 謝謝 謝謝 看小姐 我很簡單 很簡單 我全部都是九分 為什麼都給九分 因為我覺得他們所有集合起來的 才是我心目中的好男人 好 我們來看看今天 統計之後呢 統計之後 總計滿分是40分 吳琦得到28分 秦瑋得到31分 王士賢得33分 張浩澤34分 高居榜手 謝謝高票落選 愛唷 我們來評一評女生好 要第二次 有道理 那這樣 那這樣 因為時間關係 這四位女生 給你們男生評分 大分數 漂亮 好不好 你呢 我講真的好了 講真的 這個我給郭建淳啊 五分 對不對 他給我五分 我怎麼給他十分呢 開什麼玩笑 加起來剛好十分嘛 那個 九分 差一點點 因為已經他這個明花有主 本來要給他十分了 是是是 因為我打棒球打得又不太好 而且我只有腿型是B型 血型不是B型 就尷尬一點 陳孝萱 陳孝萱啊 給他9.9分 哇 還是不能及格 就是因為啊 他一直跟他 我一直跟他表態 他一直沒有答應 他去看電影他也不答應 扣了0.1分 扣了0.1分 他只要一答應就十分了 泰孝萱 9.7分 你也約過他是不是 因為 不是 因為他這個還在發育嘛 0.3分的空間 是讓他等他發育 成長 成長之後就是十分了 分析得很有見解 到底 不錯 浩澤也來一下 人我覺得應該沒有什麼分數的 因為人的分數呢 永遠可以去增加的 所以我覺得這四位女藝人呢 全部都是十分的 好耶 太棒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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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次的交流 讓我們大家在這個 有仇報仇 藝人的這個 這個 在同一個工作崗位上 在不經意當中 其實可以給對方 帶來很多 這個啟發 跟這個想法 我們今天談話到這邊告一段 休息一下去上我們的 龍胸虎弟